初選一旦延後 這個堅稱要走完 初選程序的賴清德 還會繼續配合 初選延後的時程 好不好 你要延後兩個月 我就兩個月之後 再來跟你進行證件會 再來跟你進行民調 有這個可能性嗎 秀琳是歐褲拉瓦條 事實上他是可以自己講 講說如果延後的話 賴清德大概就不選 所以退出民進黨的不是蔡英文 現在退出民進黨的是賴清德 也不是退出民進黨 他可能就離開這次的 有三碗水去了 對 離開他 睡到自然醒 這個不就是蔡英文 想要的結局嗎 這個我們都猜測好不好 大佬 我沒有替賴清德決定 不是 因為主持人 現在已經在這裡打一個段落 就是說如果真的往後沿的話 賴清德就不選了 是這樣嗎 這也是一個 OK 你可以爭議 不是 什麼爭議 可能性最一 這是可以賭的 我們可以賭 來 好像要賭了 賭性真的很堅強 賭一千塊的雞排 你賭什麼 他就退了 我賭如果延後他就退 他不會跟著延後的遊戲規則走 要不要 不過你要賭多久 延後多久 你要賭延後多久 現在延後一個禮拜 不可能延後一個禮拜 一定是延後一個月 兩個月以上 這個賴清德就不選 那要不要賭 你延後之後賴清德繼續跟著玩 說延後那我們兩個 兩個月以後再來民調 一千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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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這個黨 好啦 不要再談這個黨的事情 是不值得我去讀 不要管這個黨了 不是不要這個黨 而是說這個黨 現在到底碰到什麼問題 你知道這個初選設計 是怎麼設計的嗎 你知道嗎 左榮泰 不是一個人設計 經過大家討論 原先就這樣 什麼原先就這樣 這個 時程上面有多短 這個是敗選之後 經過內部徵詢 經過內部要重整 要開始因應2020 賴清德被徵詢下 堅決的表示他不挑戰2020 所設計的一套提名的制度 所以左榮泰才說 這套不是為了處理這個局 這個是一個事實 好 那怎麼辦 你說這個世衆 就不是要做 我們這個老人稱的 是違反那些少年家在贏的 你要硬碰撐起來嗎 人家說你叫做什麼 這根本不像樣 所以我不談這個 最重要是賴清德 蔡英文後面要怎麼走 要怎麼走 他們兩個都是 黨的權力決策機構 所決定的棋子 這樣子講 這個黨不是因不叫小英 也不叫清德黨 這個黨叫民進黨 所以民進黨黨主席應該要硬起來 應該要硬起來 他要去主持整個黨的 這個決策的一個功能 這個決策功能在哪裡 中職會 全代會 當初做這個提名制度設計 10層 特別是10層 就是中職會 中職會 你中職會自己要不要改變 中職會自己先出來說明 我之前錯了 我現在要改進 是 沒有錯 要不然就主席自己要認錯 主席已經講了 先下罪幾招 不是 你就誤判 當初那個新聞沒有被做到 就是整個情勢民進黨的處理 是誤判的情況下 所做的這個決定 那人也把它看成另外一個面 叫做被突襲 被孤狼突襲 賴靜德 賴靜德當然不是孤狼 但是他的這一次的登記 是真的讓大家 根本無法想像的一個錯愕 而且他違反了之前 跟大家的承諾 沒有錯 而且在這個316投票之前 都還徵詢過 那一天都還徵詢 結果316選完 317大家鬆一口氣的時候 318砰 開槍了 所以才有這個局 我們總統太多可憐 我看到現在危機 一天睡不到3個小時 他期望又寄望說 賴靜德兄能不能 回頭是岸 不是回頭是岸 就是說考慮到整個 民進黨的總體需求 當初賴前院長之所以 堅持要選到底 是因為一個前提 小英會輸 只有我賴靜德有贏的機會 對不對 就是這個 贏出選還是贏大選 大選 就是這個 所以他才來挑挑戰 他從來沒有這樣挑戰 一開始就是這個正當性 結果呢 結果呢 比起來 那時候都沒有 沒有那個韓國瑜比 所以民調一比不管怎樣 也都沒有贏 都是這個情況 而且你們兩個 幾乎就是使用同一個資源 使用同一個支持群 幾乎賴靜德也沒有大於這個盤 小英也沒有大於那個盤 兩個人的支持度差不到1 這是同一個盤 就這麼同一個盤 誰去選 不都一樣嗎 不對 你說小英會輸 我賴靜德才會贏 奇怪 沒有贏 展現出來贏的這個條件在哪裡 也沒有 所以他的正當性越來越弱 所以為什麼現在我們看不出來 當初不管是民事暗示 鼓勵賴靜德要贊的人 現在招一隊 這一批孤狼現在快要被犧牲了 沒有後援 狼是群 孤狼是為那一群而出征 結果他跑去了以後 後面沒有後援 沒有 看不出來 所以賴前院長 他到底要怎麼樣收拾這個局 他已經決定了 他的個性我知道 很堅持 那時候他沒有在議會的時候 多少人勸 說這個樣子可能 可能不妥 因為那個法律還沒有定案 可能不妥 堅持就是沒有 我還想到更加進行 他為了要放一個騎機 逆向行駛的人 勸他停下來 不要做這個維吾斯 被人家說到斷子 他還是不改這個個性 所以他為什麼會在媒體上 說他的優勢就是他的風格 不管怎麼樣就是說 所以說這個初選的延後 是不是真的也幫賴清德解套了 他本來不知道怎麼退出這個初選 現在正好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為了圓這個局 整個黨做一定的犧牲 可以這樣子講 犧牲了民進黨 你賣到不真正 對不對 賣到不真正 賣到說民進黨不出 已經離當初的民進黨太遠 確實 但是你為了讓這個局 不要這樣子下去 你說不會造成政黨所謂的憲政危機 我在這邊報一個料 賴清德在去年的11月24敗選之後 第一時間宣布他也要承擔這個責任 所以他有提出來說我要辭職 我要辭職 在臉書上面說要辭職 之後 這個不是料 之後他私底下 跟他在行政院的幕僚 在罵一件事 說怎麼現在大家都不聽我的話 以前很多都是主動來報告 這個行程怎麼樣 我們整個政策怎麼樣的 就是非常的緊湊 他宣布這個之後 好像大家都不來找他報告 都去找辛格魁報道了 辛格魁那個時候也沒有產生 因為他沒有馬上離開 他為夠感慨 今天如果程序走下去 結果是賴清德是代表民進黨參選 小英吞銷這個話 小英 看他現在沒什麼要找我 一年多都沒有人要找他報告 這個就是危機 怎麼會不是危機 他自己都會認為是危機 然後對外變成一個印象就是說 我沒看了 現在也在回廊 講一講政策就轉彎 這個不是 就是幾天的事情而已 宣布之後所造成的變化 所以宣布之後 整個內閣形成一個看守狀態 對不對 你沒有離開 難道你就一定可以執行這個權利嗎 這個叫做危機 你說這些人都是不應該這樣子 應該要善盡他的職權 誰理你 這人就是人 你就沒效 我怎麼又要聽你 我現在每天都去內心的 隧道自然型的地方 去那邊等跟他做報告 對不對 所以不要這個樣子 大家坐下來 因為盤是一樣的 盤是一樣的 也就是共同資產 那誰來代表最下長 你也補比較厲害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如果是賴清德 我應該是說好 為了看這個局勢這個樣子 為了這個成全大局 我願意讓民進黨 在小英領導下再戰一次 2024 你幫蔡英文寫講稿 他幫賴清德寫講稿 我跟你講2024 沒有人可以挑戰賴清德 民進黨 是這個樣子才對 差四年而已 而且昨天總統的直播 裡面有一個重點 都沒有被媒體提出來 我有跟周邊的這些好朋友談 我說媒體應該要抓這個點才對 哪一個點 現任總統有連任的責任 什麼意思 不是有被提名的保障 是有參選連任的責任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今天你們在談的 會不會有分裂 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也可以 沒有人叫他不可以選 我不是說他可不可以選 我只是在解讀 大家沒有看到那個細微 而且大家認為這個新聞 這個他講的這一點 這個事實上就代表 他是一定要選到的 你們兩個是完全不同的 一個認為賴清德有正當性 一個認為蔡英文有正當性 我覺得兩個這樣吵下去 賴清德出現也是落選 小英代表也是落選 現在的民調不外出現就是落選了 現在九龍太最擔心就是這件事情 不…就是這樣子 主委主席我有私底下跟他討論過 我說大家都知道 這樣子搞下去就是重傷 但是重傷好還是當場暴斃好 以前你家 你到底是要重傷還是要當場暴斃 你說初選繼續走下去 就當場暴斃了 是嘛 然後現在把初選延後 還只是重傷 這句話就是臨時 所以卓龍太主席 就是暴斃跟臨時的差別而已 所以卓龍太主席 你怎麼知道重傷救不起來 對不對 卓龍太主席有說過 最壞的情況就是分裂 這個也不是什麼爆料 他講過 他不應該講 硬不應該講 不管 就是說他講過 就是說我們心裡面 都在擔心這事 這事也有可能發生 也有可能發生 所以如何讓它不發生 這個就是一個危機處理 所以我私底下告訴你 就是說大佬應該要回民進黨 因為你何時有機會 來解決危機 對不對 我現在要處理你才回民進黨 你剛才講那些話 處理這個危機 他都支持賴清德 你還讓他回民進黨 不是 當初支持許信良 支持阿扁的人 都能夠和平共處在民進黨內 對不對 所以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缺乏這個 我們現在缺乏這個 所以五大佬 現在新的五大佬 真的是要好好處理 不是說服的問題 我聽了以後 我全身是起了很多疙瘩 感動嗎 對 不是 因為你明顯的是倒向一邊 而且你裡頭的道理 也不見得完全有道理 我要提醒全國各位觀眾 李敬毅跟賴清德 是同一個台南市的 同樣台南市來的 過去幾十年來 你們的從政生涯 你也是台南人 對 但是我在台南沒有從政 我一直都在台北 但是所以你們幾十年來 因為李敬毅的派系跟賴清德的派系 是不同派系 不但是你們個人的政治生涯的選舉 當選 落選以外 你們的徒子徒孫 你們周邊的人都一起考量的話 我不能排除你跟賴清德之間有恩怨 我覺得清德兄你不便在這個節目裡頭 完全否認這件事情吧 一定有恩怨 這個跟這個是有 當然有關 你聽我講下去 所謂你剛才講的話 你當然講的 你一個老身家 你說得很漂亮 說得很漂亮 那個人好 天天很熱的人 表面的話跟話中有話 跟話裡頭另有骨頭 這個不容易聽出來 我覺得你剛才講的一句話 就是賴清德不止一次 經過黨的徵詢 都說你不挑戰現任總統蔡英文 這個是確定的 而且3月16號那天還會過一次 而且不止一次 現在我要講 你不挑戰 或者不選 不參選 或是什麼 你當時用的延遲 我們還要再確認 所以我現在只是一個建議 我不是要指控你 我們好朋友不需要 我說為什麼我們都沒湯 沒湯吃對不對 我認為這個如果今天真的延長了 而賴清德決定不選 或是賴清德決定說 我奮戰到底 依日未 不管是你選擇哪一條路 我覺得賴清德要針對 你剛才的指控 就是說你兩度展現 表達我不挑戰才能 不是兩度 不是 我還沒講 所以才有這個時程 你說賴清德應該出來公開說明 你到底在什麼時間點 承諾你不選 不是 才有這個時程 這個時程讓黨中央跟主席難以操作 因為本來就是只有一個人 而且是當今總統 所以才會這麼快 完全正確 你現在 你沒辦法把他殺出來 讓他措手不及 所以原來的時程 不是為你跟蔡英文 修台而入住 不是為了公平競爭而設計的 所以這一點的指控 是非常嚴重 而且非常重要的 我認為賴清德 最好是明天或是後天 真的要針對今天李敬益前委員 在本節目的指控 我認為你要好好的解釋 所以你軍議的說法 其實不是只有他而已 最近這一段期間以來 各式各樣的報導 包括卓榮泰在這個時間點 為什麼採取這樣的態度 都是同樣的方式 因為如果是對的 如果李敬益委員的講法是對的話 賴清德就難以逃掉說 你誤導黨中央的認知 而有這個對小英不利 或是對黨中央難以操作的 這個時程的確認 這樣的話是有一點不公道 當然你也可以講 我說不要選 後來我又選了 就好像你選 當然可以 你選擇選區也跳來跳去 你本來說要台北市選 我都沒有公開講 我只是在跟你講 我都沒有公開講 這完全是不一樣的 不及遲疑 這個是為了讓 讓我們的觀眾容易了解 但是隱喻失憶 大老現在沒有辦法 突然接受說賴清德 承諾這麼多次不選 結果突然跳出來折騙選 他的誠信問題 你給他打了一個問號 大大人 對 他的誠信 才導致今天的這個僵局